呃... 剛剛是... 欸? 劉正果委員 換進來了 啊對,剛剛換進來了 啊? 劉正果委員換你了咧 啊,還沒18了 我們請... 等一下,這個要唱 對對對 欸? 喔,他是換到這邊來了 好 我們請那個... 楊瓊英委員 楊瓊英委員 楊瓊英委員不在 鄭兒豐薰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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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兒豐薰委員不在 徐中信... 鄭兒豐薰委員替他提書面 established 剛剛那個徐...徐委員不是有嗎? 欸? 徐委員 哦,還在路上 那不要跟他... 調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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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tive 對 對對對 好,我們請劉建國委員 啊,劉建國委員 選答 來,謝謝趙偉,有請部長 請部長 委員好 部長好 我這邊有一個 接到一個陳情了齁,就是這些 投入了一些相關的團體 特別來跟我提醒一些事情 那我也看 貴部的報告裡面在P2跟P3 也就針對 一百年十一月十一日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利保障法 我們在立院三讀通過的 第26條居家式的托育登記制 這是一個新制齁,將於一百零三年來施行 並要整合現行的制度 就所謂的保母托育 管理與托育費用補助實施計畫 這個是救治的部分 這兩招要整合在一起 那這案以三讀將近快兩年 相關的執法配套 內政部兒童局 到現在好像連草案都沒有看到 那如果有是最好 那有的內容裡面 到底是不是跟新制跟舊制 是不是真的能夠接軌 現在有蠻多的相關團體 有陸續的來跟我做這樣的反應 我們預計當然是到明年年底來正式實施 但是還有一年多的時間 我覺得如果說現在這些團體都已經在擔憂 那還有他們的擔憂 為什麼會如此擔憂 那如果說這樣的擔憂 可以讓我們預警的把一些方向 跟範圍跟配套定得好 何嘗不是一件好事 但是如果說他們的預警他們的擔憂 反而讓我們在定定這個政策的整合 產生的看衡 還是方向越高越離譜 或許到明年的年底 我們真的是沒辦法上路 也有可能 所以我這個部分就救教於部長了 局長在旁邊 到目前為止有沒有哪一個環節 請讓你們自在乱醒 我想團體在意的可能就說 在明年十二月開始 登記制上路之後 他們的工作權 萬一縣市政府不委託 他們來辦理這個登記輔導的時候 他們會怎麼辦 但是我們在辦法上面 已經把這個部分全部納進去 我想絕對是不會有這種現象 地方政府也很樂意 繼續跟這些民間團體一起合作 所以目前看起來 目前最大的障礙是 我們很希望能夠趕快上路 那至於其他的 包括他們的工作權 以及這個人員的這個 就業穩定部分 應該不是問題 這是針對他們的工作權 確保他們可以持續就業 但是他們如果這麼擔憂 那你給他們什麼樣的一個 不用擔憂的這樣的一個說法 還是說你的草案裡面去顯示這樣出來 草案裡面都放進去 而且我們也在去年開始 把他們的每年的工作的待遇 兩年增加調一次 可以調四次 如果總統局長所講的說 他們是這個部分在擔憂 那那裡草案已經就有了 也把它放進去了 那他們怎麼還會擔憂 因為在開這個草案會議上面 可能不是所有的保姆系統都來 那我想我們今年的這個 業務的聯繫匯報上 我會把這個業務 跟大家再做一個說明 讓他們很確定未來的方向 那麼基本上你們在召開這樣的會議 不會說一次性的就把所有的保姆系統 的相關團體都找來 不可能 是代表 但是如果說你的方向 跟你的草案裡面 已經有把這樣的一個狀況 已經放入在草案裡面 那相關的協委也會把這個訊息 會給其他的團體 對不對 也不應該會造成他們對這個部分去擔憂 應該是這個樣子 應該是 對啊 怎麼他們還會擔憂 這個我可能要就個案來做了解 他們是不是除了工作權之外 還有其他的一些疑慮 所以工作權不是你講的 我接到團體給我的訊息 他們擔憂不是他們工作權的問題 他們有以下幾個問題 我提出來讓你了解一下 第一就是說 你在相關執法與配套的制定裡面 有沒有將 那一個社區保母的系統 整個管理方式納入 是 當然有 當然有 但是他們質疑沒有 他們給我的訊息給我的資料 反而不是在擔憂 他們未來的工作權 是不是能夠確保 那第二個部分 未來你在整個跟地方政府的連結 這樣的連結裡面 會不會造成大幅的預算 編列的方式做改變 也就是說 台北市現在城下製作管是50% 台南市30% 好 那像一般的縣市 這三個管 可能是10% 他自備管 製作管就這樣夠了 會不會這樣的一個整合之後 反而 大家都悄悄背刀 就像原本 他製作管是10%的 反而變成那百分之 跟台北市拉的平均 還是跟台南市拉的平均 那如果是這樣子 那如果是這樣子來講的話 他們也覺得 這樣的一個整合 絕對馬上出問題 因為地方的政府 絕對馬上跟你做抗衡了 他們是看到這樣的問題 我不是看他們自身的工作權問題 但是反之 你這麼講也對 如果當地方政府 在這個整個作業的過程裡面 他們提出抗拒 也是會影響到他們的工作權 在全國的制度化之後呢 法制化之後 的確 我們的實施辦法 就是我們現行的 救治的這個辦法 那將來要怎麼樣做一個銜接 我想這個部分 我們可能還要跟行政院 再做討論 那也謝謝委員能夠提醒 這個部分的確 縣市政府 目前我們是按照實施計畫 是有要求他們有一些自首款 特別是在管理的這個機制上面 那將來法制化之後 這個費用要不要再繼續 去提供 那我想這個部分 涉及到人事 我們的主計總部 這個部分 我們會再召開會議 再來做討論 但是你是不是現在可以 比較明確的 部長在這個地方 跟我做一個很明確的答誤 就是說 他原有在你還救治的時候 地方政府現在 現在自首的款 的部分 就像我剛才說明的 台北市百分之五十 台南市可能百分之三十 一般省市可能是百分之十 那這個整合之後 會不會做大火的改變 還是可以保留原有的 現金的 地方政府的自首款 他們去自備 這樣的一個比例 這樣才不會造成恐慌啊 這樣才不會造成說 地方政府 在你要去跟他們做成 跟他們溝通之前的時候 這個前提大家沒有談清楚 那要成就不用談了啦 因為這地方政府沒有在去成就這個嘛 這很清楚的事情啊 可以很免費告訴我這點 好 103年我們的公寓算目前正在編 那這個計劃是目前暫時還沒有退場 那至於103年 104年之後 它變成法制化 那這個管理的費用之後 會 會不會退場 或者是主計總處怎麼樣的看 我想 我們還需要在 之後的會議裡頭再去討論 但很肯定 103年 這個計劃我們沒有接到 要退場的一個說法 不是啊 你們要實施是103年底 年底 對嘛 那你103年到目前你沒有接到任何訊息 會照原有的救治的這個方向 的處理方式 我知道啊 我現在就這樣你是在103年底之後 實施新的新制的時候 這樣的一個機制 這樣的一個配套 這樣的一個中央補助地方 會不會做大幅的改變 我們會全力來爭取啊 部長 要跟你講啊 你說要全力爭取 我們會在 會跟主計總處來協調 我們爭取 希望可以維持 這個 他的一個正常的運作 我這點 我先給他講這點 今天我以前看 學長委員你問這個問題很好了 我用一個實例來講你參考 上一次 的時候 學長雄委員和我在這裡 大家一起收 社會救助法 大家做得不錯 我會高興去做大陸市的副市長 一方早 我都坐六點半的高鐵 我尋到他 剛才你也知道他 他就 看著很開心 我就去坐他的旁 我說你早上去做什麼 我們高鐵人生是我們過的 你就不用過高鐵人生 他說你不知道 我要去中央蘇贏 你看我後面 他 帶了台中市政府財政局局長 京建處的處長 主計處的處長 要北上來跟中央政府輸贏 對 他也是國民黨在執政的一個副市長 他為什麼要到中央來輸贏 他跟我講 他說五都 五都升格 他講話還蠻本土化的 他說我去前路名 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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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定要起來 要記起中央蘇贏 沒蘇贏 這跟五都升格 升升起來 台中市第一個使勢 怎麼使勢 他說 通了 九月歲款 跟公正法 衝衝起來 台北市現在要管理人口所和土地民宿 大過台北市 但是這兩項東西 基本上 在總議場裡面 能夠救款的部分就對了 台北市 既然大過台東市 要跟三倍多 台北市一年的規模 以上規模有三千億 台東市這麼九百通約 他說如果像這樣就對了 台東市還有三十年就對了 要撿到台北市 不然找過啦 這都會說我聽了啦 但這幾個九公所之後 我也要緊緊去看 人家太太重了 台東市升級以後三十年叫不到台北市 像我們那樣的婚姻官的 不就是四百年 連台東市的殺機也要去不到 所以你現在如果要去做這樣的整合 然後你又沒有辦法明確的說 我就照原有的這樣的一個比例 地方政府你不用擔憂 你的製作款就原有的百分之十 薪資也不會去改變 你就一樣持續百分之十 你不要擔憂 你好好來跟中央配合 然後看怎樣這樣的一個薪資就是 趕快我們照這樣的一個先行的一個計畫 去做執行 地方政府絕對跟你抗議的啊 不要說一般的先市政府 就連五都的台南市或台中市 都會來對你們產生這樣的一個對抗 我想這沒有必要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我這邊有一個數據 我不曉部長有沒有關心到這樣的問題 我今天就這個問題來講給你聽 古都新加以後 所有的人口集中在新竹以北 台中當然也有部分的成長 但是三都 就台中市、新北市、台北市 每成長十個人口 每成長十個人口 台南市跟高雄市才一個 然後其他的一般限制的人口 是持續在流失 這種比重已經非常非常離譜 也非常嚴重 我對你們知道這個問題嗎 我知道了解 所以我相信民間自己去調查的資料 跟行政醫 我們也有調查 通、新北、人口增加最多 台北市有點流失了 當然中南部流失比較嚴重 我們有這個數據 沒有啊這要怎樣 這要怎樣 這未來一定有一個問題 跟我們說 你要跟新北市、台北市說 你已經成長做自己的資料 所以你有一些自備款 你給你拿比較高 他現在換他 他會給你挨 他會比一般大聲 因為他人比我更多 他現在在新北市 你做到新北市的副館長很清楚 我新北市要到四百萬人口 我現在自備款多少 我沒有像台北市 這兩百多萬而已 你如果說 台北市 去百萬一五十 我新北市可能 你會給我們百萬一三十而已 告訴大家 還要去拿這個 沒錯啦 這都是存在的事實 這 這我可以歡迎 這也不是說 內政部有辦法解決 這東西就會牽扯到 未來的財政收支劃分法 拜我們中央和地方 我們的分工要怎麼分 這其實大家做得要好好說 我現在就要與眾先前跟報告說幾句話 江儀化曾經也站在你這個位置 我認識他的時候他剛好在當部長 我第一次不遠上來的時候跟他提出質詢 我在跟他講社會福利 講到十五分鐘快結束的時候他跟我講 委員抱歉 我對社府不是很清楚 但是他很有誠意來跟我講這樣的話 我也接受 在內政部俠管這麼多的相關事務裡面 整個整體的人口 整個區域的調整 整個國土的規劃等等等等 那太多了還沒完嗎 我真的坦白說 我在這裡講的 我沒有看到他有什麼方向 我看到有什麼基地的作為 我看到有什麼東西 知道說台灣未來有可能整個區域是畸形了 然後整個人口的分布是越來越糟糕 壯不清爛的情況是越來越離譜 我沒有看到當時的江部長 有什麼樣積極的作為跟配套 還提出任何的一個論述 我現在 沒有了齁 沒有的時候 很厲害 我到鄉上去找他做副議長 再來更厲害 做到行政的議長 我跟委員報告 我現在在台灣的土地存在地 就是說我們台灣每一個地方可以住多少人 他的土地的極限是什麼 然後再做國土規劃 我再做一個是一個中長期規劃 這個如果說都算出來以後 其實如果經過大台北 不可能說可以容納這麼多人 那時候整個做的 整個的配套就要訂出來 但是這個數字如果沒有算出來 你就沒有個科學依據 所以我要求營建署今天要把它算出來 所以我們現在正在做這個工作 部長 我蠻多地方 你提供的一些論述還有一些資料 我都有拜讀過了 我覺得就在目前的相關部會所長裡面 就論述的能力 還有實際上的一些經驗 還有一些比較物質的做法 我當然看得到 但我是要說 我看不到人會高興 沒關係啦 我還是做我該做的 沒有啦 我也不記得你一定高興 我沒有 我這樣很好 但是你來當做議長 不像這個事情可以比較圓圓 但是我現在不是 我不是在訪問什麼事情 我是要先講說 如果說頂頭的上司的思維 跟你們在執行的人的思維是不一樣的 還是有規劃能力的思維是不一樣的 我覺得真的台灣會越來越糟糕 我會去說服我了 我會把我的成果跟我的長官做報告 我會說服他這個接受我們的方案 謝謝 請部長努力謝謝